在夜前期间 让华山基金会 并领观台口缩检验的状况 赞金跟华山配合老人博物 了解释大困境和输求的多特类 经由总裁李冠宜 专业团队 营用一百的爱心共一档 跟上连的博物经会 并且在16号上午 基盘关键华东 经由总裁李冠宜 特别专业团队 林洋一百的爱心共一档 跟当年博物会 并莫计14万万 这16号就用爱心机票 关键后华山基金会 也希望投给华东 和交社会代仲 作为家里爱老人的行列 非常感谢 多特类经由的 亥养千亿精准方僚团队 他在这次的受证活动当中 他总共帮我们募集了 将近14万的金额 然后来协助我们家里地区 弱势独居老人的一个 长年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场服务 然后这场捐赠活动 可以让社会大众 更加了解到 我们目前所欠缺的 一个服务经費的部分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来号召社会大众 可以来一起加入更多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 来做关怀老人的这个部分 就接到文账草的一个邀请 那那时候他询问我之后 我们就这个应该说大概四月 四月底的时候 那做好贴资开始去寄送 可能大概要五月初到五月中 所以时间上其实还蛮赶的 但是我其实是很希望可以 借着这样的机会 让团队有更多的人 可以去关怀到这一些 这个在疫情当中 其实募款上的困难的 这个社会团体 华山基金会 该地区乎务务1378位 失灵失礼失忆的点倍 21前期间 华山基金会 有完研修第一算的乡务 至少提供点倍协助 跟免费告辞合务 包括关怀方式 北斗酒衣 上餐 物资协助 年载关怀顶 也要请大家 加力关怀高度老人的行列 北斑点倍安心度过疫情 先视频到明镜去猜中 不得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加益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 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